好的 那我們來到美國這幾天 究竟光小費我們就給了 登登 喔喔喔喔喔 OMG 光小費就這樣子 好像沒有算其他的費用 好的 在出發美國之前呢 其實我們就知道 歐美地區有一項文化 在亞洲旅遊比較不會遇到 那就是小費 對於亞洲旅遊習慣的人來講 要付這個小費有時候 心裡只是有點疙瘩 總覺得呢 我已經付了我吃飯的錢了 為什麼我還要再付另外一筆小費給你呢 對於第一次來到美國的我 決定把握機會 稍微的呢 記錄一下我們這一趟美國呢 在小費上面大概就付了多少錢 還有呢 實際走過一run以後 我對於小費這樣子的文化呢 有沒有一個新的了解 那首先呢 我們就來到第一天 剛到芝加哥的晚上 我們叫了Uber E 扣下了我們第一筆的小費 我們昨天晚上喔 來這邊的時候比較晚了 就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吃 也沒有便利商店 也沒有辦法買泡麵 所以我們就只好叫外送 我們叫了麥當勞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這兩張買 你到現場店面買 當然是可以 問題是這裡人生地不熟 又晚上 我們不太方便出去走 我們想說叫了Uber E 七十幾塊 兩千兩百塊台幣 我光第一餐就震撼交流 而且你注意看這內容 其實就是雞塊 然後一個漢堡 三包薯條 再加兩杯飲料 大概就要兩千二 OK好的 今天來到了 我們會付多少小費的第二家 第二家的話 我們就來吃 芝加哥一定要吃的 Deep Dish 然後它就是一個 超級無敵厚的那個Pizza 聽說是來這邊必吃的喔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然後等一下 告訴大家我們這一間 可以付了多少的小費 這個另外一個薄 這個是瑪格莉特 說老實話 就是千層麵 加一層脆脆的餅皮 大概就是這麼好的 它的汁心是真的非常厚 它後面的餅皮 烤得很脆的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Cheers 好 大家相信這一段 你們吃多少錢 然後小飛又多少錢 等等就增長 我們剛剛呢 總共給了一百塊 然後keep chain 不找了一百 來 它下面就寫18% 20% 25% 它是18%起跳 那是怎麼開始這樣 原來有這樣的差別 好 那我們剛剛的吃飯是吃多少 我記得不夠耶 86塊左右 所以我們這一餐 就付了14塊美金的小費 好 那我們就繼續累加 準備去到第三餐 Let's go OK 雖然說我現在要跟大家介紹這一間 跟小費沒有關係喔 但是我覺得也很有關係 在這邊是不是素食店 是不用付小費的 以前沒看過 我以前要的 就不強制 本來這邊 才第三天 我已經吃了兩三次的那個素食店 那第一次 會收到那個小費 是因為我用Uber叫 所以那個小費是Uber收走 跟賣到我沒有關係 如果呢 你來到美國 你想要省一點那個小費的錢 你就任每天吃炸雞 那你就可以不用付那個小費 但是我是覺得 現在的我已經 快受不了了 我好需要吃除了炸雞 漢堡以外的東西 快瘋掉了 然後這一間是叫什麼的 Chick play 我喝他的炸雞很老吃 我點他的雞塊 等一下來試吃一下 反正都拍了 他就雞塊 賣相上感覺不太妙 沾他們的這個專屬醬汁喔 我覺得還可以啦 但就是 他這個皮喔 肉有四五 有一些地方很厚 有一些地方很薄 他醬汁又是甜甜的 然後有點芥末感 就有點像蜂蜜芥末啦 我覺得我 我不會把他當作 雞塊看 我會把他當作 鹹酥雞來評價 因為他 比較像鹹酥雞的做法 上面厚 下面薄 而且他口味會變鹹 然後越鹹 你就會喝越多越 不一樣 那我不得不說 他們這個杯子真的是很棒 都不會死死的 就保麗龍 那他薯條是這樣子的 他薯條有稍微 跟炸雞中和一下 他薯條比較沒有那麼鹹 可是開口 沒有口感 還是ShakeShake你的手 然後最好吃 拜託ShakeShake去台灣開好不好 我這台北手 可是他這裡是有一個號碼 你要去上廁所的時候 你要先打人才開門 我剛剛不知道 我要很急 我會開門就撞 砰砰 然後後面那位先生說 oh you need the ticket 我剛剛求 超求 然後這一間 對不這一間 這可以吃啦 他沒有到難吃 真的就是 畢竟他今天用在我腦袋裡的對手 可是炎熟其實這個 不容易打敗的對手 關於小費我們就下一件 好的 剛剛坐了一趟Uber 然後Uber給了小費 給了15% 那原價的話是200多塊台幣 剛剛給了15%的小費 好的 接下來呢 這個部分就是小費 不知道第幾了 其實中間有一些小小的很小的小費 我沒有寄到 但沒有關係 那應該沒有多少錢 通常會幫大家記錄 真的是一些印象比較深 然後可能機制也比較大的一些小費 那接下來我們要吃的就是這一間The Cheesecake Factory 這間店呢 就在這個 我們等一下會去的 360度 Chicago 的旁邊 就是觀光相關的 我有拍了另外一支影片的體驗 包含遊船啊 包含什麼 就是會記在那支影片 類似城市導覽型相關的內容 大家可以去看看 有幾個地方我覺得蠻棒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進去看看 這一間店吃的是什麼 那我們進去看看囉 Let's go 小燕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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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各種麵其實都還蠻好吃的 口味上呢就是還是比較酸 或者是比較鹹 但這大概是我們這幾天以來 吃過全麵條的一餐 很是感動 終於不用再吃炸雞 嗯 這是它的牛排 牛排那個油脂好香喔 這一次喔 比較可惜的是我們沒有去買牛排 回家煎 我們住宿的地方有廚房 可以去煎牛排 我們記得去看我們住宿的內置 我們那住宿的品質真的算還不錯 這是蛋糕 油這麼厚的 直接看它的奶油 吃起來超像牛奶冰淇淋 冰冰的 而且很厚 然後再過來就是吃它的招牌喔 好快耶 金牛醉 哇 它這個起司好濃喔 它如果去配旁邊的那個奶油 吃起來剛剛好 驚艷糖 驚艷糖 如果你是一個愛吃起司 對你的起司蛋糕超適合的 超級濃的 值得一試喔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這一餐 八個帶來一個小孩總共吃多少錢 最後我們的臉 又會不斷 超好吃的 好的 我們今天總共吃了233塊 那就是197加35塊 48%的這個小費 大概就1000多塊的小費 那我們就繼續累加 累加到我們離開芝加哥換檔 好的 我們現在呢 在這個機場附近的Outlet 然後我們留了最後一天的 整個下午的時間喔 讓我們這個輪流去採購 前幾天幾乎是沒買 整個心理箱子空空如也 今天到這邊 基本上是補到剛剛好買 你說很好買嗎 可能我們選擇是比較適合的便便一點點 我們其實只是沒有去逛 很多時間都睡覺睡掉了 就你們啊都會死茶 超誇張的 你兒子是到現在還沒有啊 他到現在還在睡 還在台灣時間 還在台灣時間 啊等一下做完飛回去 就繼續過大家台灣時間 對 很棒 對 不用挑 直接去上課 關於小費喔 我跟妳說呢 其實小費文化在美國 是非常非常的 稀松平常的事情 有時候他們底薪比較低 甚至沒有底薪 他們真的是需要靠服務的小費 很多人不想付 但我覺得有時候呢 也是一種你服務的保障 我剛剛呢從我們這個住的地方 坐過來喔 我剛剛花了多少錢 64塊美金 就是類似這種機場接送 我就給了他20%的小費 其實15%就可憐 但我為什麼給20% 因為我覺得他開車開得很好 服務這種東西就是 見見智 像我就會覺得 嗯他開得很好 或者是像我剛剛呢 在Outlet買衣服 其中有一間店呢 店員他們就是 很熱情 他有一個tips箱 我就把我倒的零錢什麼 放進去 我覺得有時候收小費這件事情 拿的人也開心 給的人也開心 這個當然是最好的狀態 但當然啦 這個世界很大 我知道有時候 你可能這個服務體驗不好 但是一定要給小費 心裡真的很不爽 有時候制度就有好有壞了 所以如果呢 大家有機會來到美國 遇到小費文化的時候 我覺得 入境水俗 既然來了 我們就是呢 將自己投入這個文化當中 然後去體驗去感受 像剛剛的這一段 Uber 我就多給他有9.67小費 這個我們就做最後一筆啦 好的那我們來到美國這幾天 究竟這樣 究竟光小費 我們就給了 登登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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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Oh my God 光小費就這樣子 我還沒有算其他的費用 那你對小費文化有什麼想法 你支持嗎 還是你反對 還是你認為 服務別人者 就應該得到該合回報 還是覺得 既然你都已經是選擇服務業 那你就應該作為服務為本 你不應該收那個服務小費呢 在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吧 那這裡燙的芝加哥還有拍一些影片 希望大家還沒看過都可以去看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分享、訂閱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準備出發機場 掰掰 雖然說跟小費沒有太大關係 我還有另外一個發現 這個說起來有點慫 但是剛剛那個燈板家的門 撞壞 廁所的東西 你還在睡覺 就剛剛好滿啦 只是那個有時候行李箱還可以延展 我們是沒有買到需要延展的地方